Hello 大家好 我是丹尼尔 今天为大家介绍 Gemiola 双子星 中文版游戏 很多人问 遊戲是怎样玩 是玩什么 很简短地介绍 这个游戏 之前的游戏 Bade Rondo 同一个厂 但游戏的画风 的玩法 好像有些类似 其实是另一款游戏 我们立即讲一下 首先 游戏的概念就是卡牌建构 的机制 但跟现时很多 其他Debt Building卡牌建构 的游戏不同 它是玩一个缩减的方法 大家一开始就有一个Full Deck 30张 全部齐齐的卡 又是目的 就是要把你不需要的卡 去拔走 令到 你的牌库 缩减到你想要的combo 令到你每一次抽牌 都抽到不把你最想要的combo 去打别人 当然 我们拼完牌库 目的就是要扣别人的血 这里有个血 20血 20血就不同 比安劳的15血 扣到对手0血就会赢 那我们讲一下游戏 游戏很简单 就是把你选的角色的30张牌 洗运去 放好 然后把代表生命值的生命值 放在20度 最后呢 把代表魔力值的绿色色字 切为0 再把代表防值的蓝色色字 切为2 在第一回合 我们决定完先后玩家之后 先手玩家 会抽3张卡牌 而后手玩家 就会抽5张卡牌 在渔客的回合里面 在回合结束的时候 在回合开始阶段的时候 在回合开始阶段的时候 你的护盾值 会变成2 那无论你的护盾值是多少 都好 你可能是多过2 或者是少过2 你都会呢 在你回合开始阶段的时候 变成2 然后呢 就会发动在你召唤区里面 所有召唤物的回合起始 发动的效果 如果有的话 然后呢 就进入主要阶段 只要有两个行动可以选入 第一个呢 就是使用卡牌 使用卡牌呢 就可以在手牌里打出 去出牌之后使用 或者呢 如果升华区有护盾的时候 都可以 橫置你升华区的卡牌 去使用卡牌的 第二个行动呢 就是去 将卡牌升华的 卡牌升华呢 又你可以在手牌里面 升华卡牌 落升华区 或者将出牌区的出牌 直接放到升华区 但是如果这样升华的卡牌 那卡牌会是橫置进入的 我就说升华区了 那升华区一开始呢 我们是零个卡牌上限的 所以呢 就算你有卡牌上升华 都未可以升华主 去到废气阶段 玩家可以在手牌 或者出牌区 搞零至两张废气 废气的卡牌 会放进废气区里面 废气区的卡牌 会每七张一组放置 每七张一组 就标示回 升华区会开放一个位置给你升华 在main face的时候 就可以升华卡牌 然后呢 正如的手牌人出牌区 就会去气牌区 那这个时候呢 就会去到最后一个重整阶段 那重整阶段呢 我们就会将 在你的牌区里面呢 就会抽牌 抽池五张 如果这个时候 牌区不够牌的话呢 就会将你气牌区的牌 拿起去洗云 变成新的牌区的 升华区如果有卡牌 会将所有的卡值回 譬如有张 精灵斩在这里 你用过的 你会将它值回 那效果可以再使用 好 当重整阶段做完所有的东西之后 如果你的手牌 是零张 即是说你的气牌区 同牌区 都没有牌 令到你抽不到牌 你令到手牌的时候 会进来一个 觉醒的攻击 那会自动对对手 造成一个 4点生命的伤害 那是一个流失的生命 那所以呢 其实对手直接扣4点血 简单说一下卡牌种类 卡牌种类可以看到 卡牌的左上角有标示 那红色的 show 代表物理攻击 那麽力攻击 那麽力攻击 就是当打出 使用于卡牌的时候 会看到 物理攻击后面有个数字 或者x 那当使用于卡牌的时候 就会将你的攻击力 去减回对手的防御值 那如果有正下的攻击力 就会直接造成伤害 譬如这个例子 我用物理攻击3 那对手的防御力是1 那3-1 那盾就会变成0 然后剩下的攻击2 就扣他两血 藍色的魔法攻击卡牌 就是magic 那这个攻击呢 魔法攻击里面的数字 是会直接对对手造成伤害的 而无视对手的防御力 就算对手有4防也好 你这个魔法攻击1 都会做到对手一点伤害的 绿色卡 support卡 就是一些辅助效果 通常有一些一次性的效果 在这个游戏里面 最大部分 常见的效果 就是会得到魔力的 那就是一些 譬如这张卡的例子 就是你见到 会获得一点魔力的时候 那这个魔力色指就会加1 那用于使用其他卡牌 去扣魔使用的 好 最后呢 这个十新闻的自换卡牌 就是你打出之后 这张卡会进入到自换区里面 然后呢 你的角色就会有这个技能 那大部分的技能 就是一些 互入开设的技能 或者一些额外的攻击手段 好 那你见到卡牌 除了左上角 有这个种类之外 下面有cost的圆圈 那就是如果这张卡牌 有cost的标示的话 就是当你使用这张卡牌 无论在手牌使用 或者在昇华区里使用的时候 你都要 你的魔力色指是要 相减相应的数字才使用 譬如这个 封缴的自换卡 你是1cost的 所以你使用的时候 你要把魔力色减1 变成0 然后呢 就会进入召唤区了 那如果是没有cost值的卡牌 就是免费 不需要cost 魔法值cost 去打出或者使用 好了 说一点 advanced的规则 第一个就是使用条件 那有些卡牌 譬如精灵键 你见到上面有使用条件 那就是说 一样卡 你要达到这个使用条件 才可以使用 那通常呢 譬如这个精灵键 写上是 你的魔力为5点滑以上 你的魔力色5滑以上 才可以使用 那因为他不是cost 所以这个就不会减5魔 那顺应的效果呢 就是在双智星里面 就会得这个 法尔卡达架会用卡牌 他本身的卡牌 的效果是护盾值加3 就是你使用的时候 你的护盾值会加3点 来抵免物理攻击的 而顺应就是说 除了在你回合里面的使用之外 就是在对手回合 他使用了物理攻击的时候 你都可以使用这张卡 那你就可以在手牌里面 打出来使用 或者在昇华区里面 去环节使用 去先执行护盾加3 才去再resolve 对手的那个 魔力攻击的能力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喜欢我们的影片 喜欢我们的卓球介绍呢 都可以 留意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和Facebook专页的 亦都有我的网站去更新 那就是这样 那下次再见 拜拜